主持人 Backspace 作词 153 个体 ColdSkt Hello Hello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咱们的阵营实进一段配套了 做了一个Remix版 Crossover endeavor叫或是财女马兴 竹幸133 Independent Last 六个�� agencies 和孙天恩 还有那边是直播公司之后 不是啊 錄影的 哦 錄影 OK 大家要留意什麼時候會播出 星期五 什麼題目呢 A.I A.I A.C.D.E.A.I 邵博士是嗎 邵之堯 有禮物啊 記住看 大家不要錯過了 邵博士剛才一見到我就說 社長你要不要輸 我說我不要輸 我要贏 大家今晚都要贏 今天是打科戰了 2020年的最後一個賽馬日 最後一個賽馬日 是的 大家又沒有落合賽 是的 去澳門好像比較難 就是還財的機會只剩下今晚而已 是的 又不能出街 今晚真的要去做 因為旗子那些又不算完全還得完 旗子那些股票那些是偏偏的 因為你要想的 但是賽馬要運氣的成份 特別是落合賽 聽說你今天很好運啊 OK啦 我現在要逆天而行 我現在要逆天而行 今晚的賽事就是快活谷 是的 有九長馬 那我們 是不是繼續捧威哥 呃 誰是威哥 呂建威 練馬師 呂建威 先說一下形勢 阿蘇吉就說他自己是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 順便幫他補貨 他不認識就對了 不認識就對了 有騎士 有馬 那樣 我們現在由人的角度去部署 是的 馬其實贏不贏到 除了關於馬本身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關於馬房的部署 就是說 那個練馬師他想不想做今屆的冠軍練馬師呢 嗯 要視乎我們就看看 他們的形勢 暫時是姚本輝領先了很久了 67場頭馬 亞軍43 貴軍44 這些不重要了 剛剛head著告冬妮和呂建威 兩個告冬妮和呂建威 都是贏了63場頭馬 一樣啊 是的 但是你說告冬妮和呂建威 是不是完全沒有威脅呢 其實不是的 我想請問呂建威 現在我押過 呂建威 呂建威亞軍47 就是比亞輝哥多了4場 是的 貴軍又要多很多 嗯 告冬妮如果贏了4場頭馬 也是贏的 是的 我簡單講講今天的形勢 告冬妮只是放了4隻馬出來 嗯 我覺得他 4隻贏不完 他放棄了爭勝 嗯 放棄了爭勝 因為沒有可能4隻贏了 嗯 是的 呂建威是有機會 呂建威 輸4場 我也覺得他有機會 為什麼呢? 他出了7隻馬 嗯 7隻裡面有4隻大燕門 另外3隻 都是刺燕門 這7隻裡面呢 4隻馬找我們的冠軍 就是冠軍騎師 潘頓去騎 潘頓已經是冠軍騎師 贏了莫雷拉的了 那再找他的愛將 何宅堯 何宅堯就是幫他贏 這個Glober Run 金槍60的騎師 就是跟呂建威的關係極之好 那何宅堯就騎 揚名秋秋、揚名高高 一隻5.8倍、一隻3.3倍 去到尾場那隻勝利位龍 就5.7倍 另外潘頓那些騎牛也很熱 因為他本身是冠軍騎師 大家要留意就是 呂建威要贏4場 很大部分 除了馬的實力之外 就是很靠他在馬圈裡面的網絡 嗯 是的 又或者這麼說 姚本輝有沒有辦法多撿一兩場 姚本輝今天那些馬呢 姚本輝是全部不去馬 給你去你才贏到的 李建威 或者他贏多一場都麻煩的 所以反過來呢 姚本輝出的賽事呢 我們要留意一點點 留意什麼呢 第一件事 他現在出這幾隻馬呢 嗯 多宗同盟力量和英知星已經贏過了 嗯 是的 那贏過再搏 講過信心有多少呢 暫時都不知道 是的 當然好像之前美英、楊飛 贏完之後再出跑第二 他 第一件事 我們想一下姚本輝會不會 贏很多的亞軍 用亞軍去壓到李建威 是不可能的 嗯 反過來姚本輝 只需要今天多贏一場 他就肯定 很大機會已經奠定勝局了 嗯 明白 我現在看一個陣型 譬如說姚本輝 他出四隻馬 那第五場 開心好友 那呂建威和高東利都不出了 是的 那會不會 就是 他不斷出一些馬去搞到你的開心好友 贏不了也好 他們又沒有這麼做過 那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姚本輝 安哥 哦 那呂建威也很想贏 那勝利風凡和勝利威龍 都隨便一隻 用來搞安哥 嗯 所以現在的缺口 就是這個 剛才你說的第五場 因為這一場是很特別的 只是姚本輝呢 就出開心好友 但是呂建威和高東利 是沒有馬的 嗯 沒有馬不代表辭不了他 為什麼呢 嗯 那他有朋友 是的 就是我經常說 我們都兄弟一樣 是的 我經常說的理論就是 我都不用我一定要親手贏他 只要有人截到他的冠軍就可以了 嗯 我覺得這一場比較有機會呢 是呂建威比較 有關係的馬房 可以留意八號進爵士 嗯 是的 八號進爵士 是嗎 八號進爵士 就是跟呂建威關係比較好的馬房 是第幾場來的 第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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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如看一下進爵士 跑場是怎樣的 那個往績之前 是的 第八場 第五場呢 就是千二米來的 就是比賽道快活哥 我們看一下進爵士 那往績也不錯 剛剛贏完了而已 今天跑一千好像比較厲害 那 那 往績來看就是 就是跑夜馬的了 沙田賽道都 沒什麼成績 跑包尾 跑第七 那 上次一千就剛剛贏了 我們不如就看他 六月二十四那場 怎樣贏 先 去片 有回音 有回音 第幾隻 八號 九號 九號 第四位 看到中檔 神浪金剛 外面黑衣 還有太空戰士 馬林中間 藍衣那隻 走上來第六位 出閘五發的高河競出 內蘭淺姿色衫 第七位 還有清幅 厚一點的馬 有標標 尾四 盡著時 淺藍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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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下 好 他這個是 快活拐一千來的 國灣是比較高的 大家看看現在旋鎀視 轉彎現在三打 哇 四打 六打 嘩 轉彎轉得真的差 但是有構勁 大家留意一下他的腳發 其實他的腳發 都相對自願一點 再看到後面的馬 裡面領埔風也都上緊 最後一百米 外面 進鎀視逢馬哥馬 贏出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那個封馬 有很接近的,幾隻 大外檔,大當家上來都相當很小 裡面有領寶峰,中間藍眼罩,還有隻古標傳奇 這場賣有得中外檔蓋一下 那隻盡著視 都贏了整隻馬位 其實他末段都收緊的了 都沒有強行推騎 隱藏實力這樣說 我覺得他還有些分在手,八分了 古標傳奇和領寶峰近 要琴阿輝哥,這隻 就是靠這隻 他排十一檔,我覺得 形勢上更加有利他 因為我覺得,譬如1200米 他在內檔,我怕他混著 沒有位置出 好像上次這樣的跑法,一直在沿途 二檔,三檔 轉彎六檔,大外檔狂衝 他今場都有贊成的機會 現在就五倍了 沒什麼肉吃 我覺得今晚回了,可能還會落飛 拿些冷腳吧 拿些冷腳,我要手式傳奇 看回手式傳奇 跑這個路程行不行? 跑千二行不行? 因為我純粹喜歡蔡叔 跑黏地好一點 那千二的路程也合 我們就挑選他贏馬那場 挑選他贏馬那場 看看他當時的英姿 這場都是白馬地 對 都是穿二 手式傳奇 現在排隊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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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蘭 在內蘭 這場是個勇觀多 和贏馬神器 好,正直直直路 前面透出的馬 帝豪精彩 在鬥中當的牛禎大哥 懸蘭推進 有首式傳奇 在外面掩的馬 還有這隻八卦 馬林中間 戰鬥英雄也在找位 後面上來還製作贏馬神器 最後八多米 首式傳奇透出 中間還有這隻帝豪精彩 外面八卦 裡面還有這隻戰鬥英雄 各中間第一名 首式傳奇 第二名 應該是帝豪精彩 至於第三名的馬 那不是有戰鬥英雄同盟嗎? 不過那一場 隔地有點軟 之後 都沒有一場很近的 會不會 今晚會 殺個懶位置 第三 看看可不可以 因為賠率 挺好分的 對 波的事情 真的比較窄 我們又用逆思維 我們找一些熱門 它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這場的暫時 超威星 比了潘頓騎 我們說牛也很熱 但是馬是否這麼厲害呢? 出了三場 這麼少的 全部都近的 還沒贏過 可能今晚 未壞未定 如果這條熱Q 就沒得分了 我們都 其實可以看看 開心好友 好啊 因為我很奇怪 去找周俊 拿騎 很熱 當然 周俊 是怎樣的呢? 見習騎士減10磅 你現在看到132磅 其實實際上是122磅 見習生 那為什麼他可以跑到法國 應該是因為他在沙田累積到一些頭碼 達到最低標準 他才可以來法國 因為法國是相對危險一點 對 對 OK 看不看他 找一些代表作來 看看吧 我就覺得這樣 他找莫雷拉騎 都只有第三 那麼周俊朗 是不是可以贏得到呢? 咦? 那我們看看雷神那場怎麼發揮 好啊 正有此意 雷神 好 一開閘 開心好友 應聲彈出 第二位已經是銀士 莫雷拉 潘頓 在前面 開心好友現在是2號碼 粉紅頭罩 一開始是馬南 第六位 天賜寶 在外面 這位置很好考 是否旁邊潘頓給他很大壓力呢? 在外面 紫色眼罩 有鑽石達人 後面三匹馬 有龍友在尾衣 啊 妖亂了 對面直腦中尾段 管得店是要帶 一直騎著 壓到馬里放 第二位外面 是銀士 對 被管得店弄我 天賜 不過四達 賣到三達 現在都是大彎走上去 中間還有銅友 內蘭站高身 我們看看雷神如何解決這個方式的問題 潘頓應該不會放過他 被威脅出的 而潘頓的性格 對 拿去跑 哦 拿裡面 夾了 抽了 他不贏都不讓你贏 很贏 呃 其實都符合潘頓 對他莫雷拉的態度 他特地拿著一條跑 所以我是跑直 我就跑直 一步都不讓你 那就令到莫雷拉 就迫著要在裡面拿位 剛才大家看到夾那一下 如果沒有夾那一下 和沒有前面那一隻 什麼本得店在這裡搞住 我覺得應該應該是入Q的 我們就看看他怎樣夾 哪隻夾哪隻 再看一次 現在內蘭那隻呢 就是開心好友 哎呀對呀 抽了 什麼位啊 打籃球 我們先看潘頓 潘頓真的封住外面的位置 不用他出的 特地的 抽出來 特地的 這隻馬的馬聲呢 是排在前面 前領 前置的 如果你說夾完再上來 我覺得雷神的發揮都差不多了 今次找周俊樂呢 排這個四檔 122磅 不用想了 放了 放得到 放了 按雷神那場的表現呢 這隻馬給周俊樂 其實最緊要就是 輕放 進放 四檔 立刻埋欄 所以都不是沒有機會 可能周俊樂的劇更好 因為輕磅的嘛 但是三六沒有肉吃 三六沒有肉吃 六呢 我覺得呢 我說過一個看法 潘頓幫呂建威 其實四場馬 就是意味著什麼 潘頓可能也想幫呂建威 贏 冠軍念碼師 對嗎? 嗯 對 那如果譬如他要幫呂建威贏冠軍念碼師 就是潘頓要把姚本輝這隻殺大了 OK 那是成立的 嗯 那不如 就像阿社長你這樣 最有機會就是跑最熱的三井 因為剛才也提過盡在士 大家有看到盡在士的後景嗎? 超威星我就不建議了 因為剛才看他那三場呢 跑第二跑第三跑第四 嗯 令人很有遐想 就是說 他的儲女冠軍 會不會就是在這一場呢 但是那三場全部跑沙田 是啊 他那三場 他沒什麼地理支持 上次跑第三輸的什麼名碼 先 宜昌飛區 那次是跑四班 宜昌飛區 和顯心星 嘩!顯心星 上個賽馬日 一點幾倍輕鬆贏馬 超威星是輸給一些極強的對手 就算輸三個馬位 都是一個好的賽職來的 是啊 是啊 是害怕他 是啊 因為始終顯心星 上個賽馬日 那個厲害的姿態 是大家有沒有共得 但是呢 說真的 如果你又要這麼熱門呢 就不合胃口氣 是啊 什麼六啊 八啊 加上衣服 不要玩了 投資價值很小 那就玩這場 是啊 是啊 那我就希望你所識傳奇 可以殺進去 好啊 是啊 那就會有兩百多元Q 正好一點 哈哈 是啊 但原來如此 沒有什麼 我們可以看看其他場先 是啊 哎 糟了 沒事 沒事 開 看看 不用順序 是啊 有什麼場合 我們看第八場 那場二班1650 好啊 是啊 是啊 講講政治形勢先 呂建威 潘胆 推黃昇 就是又是那些 如果呂建威 前那七場 都沒有贏馬 這一隻是不用買的了 嗯 因為你都 就是爭不了冠軍列馬師 爭不了冠軍列馬師 他就不想用盡這隻馬 就會留待下跪 嗯 是啊 如果呂建威是 最初你贏不了兩三場 他這隻都未必會拼 對 嗯 英知星上場贏了 又是找一下梁家俊 這場沒理由不留意那隻 不過很熱的 哪一隻 嗯 嗯 這場老實說我喜歡聖大光輝 現在的賠得正確 八倍 都可以分一下 嗯 我喜歡吃聖大光輝 嗯 那 潘燈 輝煌星加聖大光輝 挺好 我就會 滋味酒素是什麼 今晚 今天天乾亮亮 我就不知道 看一下看一下 任良子父母 好像是任水來的 哇 這麼輕的 幾 幾 幾 舞曲 化露 舞曲化露 就是勇猛神驅的 厲害 我們加上這個紫微酒素 選兩隻 我要轉數高 上次提供過 嗯 今次再追一次 嗯 上次我提供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不是爆發露谷的 最正宗路程是1650 這隻要買 轉數高是嗎 轉數高 第二隻 我要這個 熱血豆豉 那他要成大光輝 嗯 六七八 嗯 六七八 還有呢 你是不是做了一隻輝煌星 輝煌星 要不要 輝煌星呢 對 大不了 就是五隻 到時候 到時候 現在看看 社長你更選一隻 好的 我們終於 分中贏了 聖大光輝 是 都難的了 哈哈哈哈 最多跑的是雨 講笑而已 那就好 一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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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 最多有錢收 他們兩師兄弟 無限東潘明輝 一個小時 怎樣 拍手 像江利那樣 耶 耶 耶 我們經常一中 一中就什麼 一中就耶 認不及 認不及 還有 你有什麼場合 可以賭一下 第一場我挺喜歡的 好,講一下 第一場的1800米 其實1800米我覺得是 要有些技術才能跑得到 例如2000米、1800米、2200米 我就傾向找些 有賽職支持的 馬去跑 我會喜歡一隻智聰明 智聰明 蔡明肖、文家良 唯一一場贏過的就是1800米 不過 跑了沙田 跑了沙田 跑馬地 是一般的 我覺得這隻相當好分 我們看看他1800米怎麼贏 雖然場地不同了 好,一開始的時候 零風慢 袁木春風都慢 還有一隻千金一落 大約是尾三左右 尾四是敬盡非鷹 好了,看看前面 旗風已經擺在前面放了 看到外面位置 有一隻黃金元帥走上去 最出大面孤紅帽 還有劍列風三隻馬比較快的 然後第四位 中當藍衣 黃帽那隻就是小福將 第五位 軍臨大地 跟前了很多 在內蘭粉紅衣 知聰明 在外面就是黃圖 只有他在外面 再後面的馬 中搭紅衣 黃帽 還有一隻放馬過來 內蘭白衣白帽 就是這隻輝煌巨星 後面五隻馬 開心大獅 黑衣黑帽 有敬進飛影響 尾四 後面三隻 余木春風 外面是凌風 粉紅衣 現在在哪裡 這裡 接近這個就是 香港的套路軟環 前面一對戴 有埋扁的奇風 拍著外面的劍列風 第三位 內蘭就是小福將 外面第四位很大隻 有一隻黃金元帥 第五位就是黃圖 內蘭第六位 粉紅衣 還有智聰明 再第七位 白臂孤軍 很有清分 這麼快就鎖定了 他剛才說 粉紅衣 內蘭嘛 我懂得聽的 好像Corena還要高出幾反 哈哈 因為Corena是跑完 蛤 眼唇很迷惘 很迷惘 很迷惘 一堆馬跑步 是不是最後一個彎 是啊 直路的 劍列風就一直追著 他 他懂得插上來 在內蘭移出來 中檔有小福長 外面位置 最聰明也都衝緊 馬林中間的黃埔 為什麼這樣 最聰明的腳法這麼有亂 是啊 快點都贏得到 是啊 現在才夠分 現在才夠分 發力 挺銀的 這東西挺銀的 這東西挺銀的 對 這麼幼嫩的腳法 到那一刻 最後一百米才夠分 對 他流力 技術就是這些 我們再看他幾輪盡 好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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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會不會受不了重鞭 偷出劍列風 好像小隻 這隻 嗯 最後五十米 劍列風還是戰線 至終明逐步逼近 接近終點的那一步 外面是劍列風 飄去 不錯 我很喜歡這些 這個是什麼 追拳 碎 誰提一下 上次 波建市 是 不是 不是嗎 誰 蔡明少 這次也是蔡明少 對 這次是蔡明少 不過這件事 輸了 上次 不過 那個部署 我也是 那句 我有句名言 先黎後草 必定去到 這個部署 馬房的意欲 是這樣的 特意有時候會 你看他 那個競賽的生涯 基本上是不上名 那些黎草 我發覺是用來隔一隔熱的 這場什麼飛馬都是活力補區 那我就是看看 志聰明 可不可以偷計 選多隻 選多隻 一人兩隻 好 這樣 我還是看看排位 志聰明 我要一個什麼 阿波 這件事 不騎志聰明 就騎喜營運 我要這隻衣服 我是不要潘頓 是不要活力補規 是 是 你要 都說他大雞不吃小米 3 3 9 可以 是啊 我要10號放馬過來 因為我喜歡蘇迪虹 其實今天就拜拜 OK 他就不會再做騎士了 今天一定有送琴馬 我希望他這隻放馬過來 就是第一場就已經是 收工 因為葉楚行就是一個 還念馬師 人情味應該比較濃 始終他師傅是選擇Sir 老一輩的人更感情 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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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選第二場之後才埋齋呢 第二場那些又威哥又揮哥又高東 在那裡撕散 沒錯 他未必 對時候搬送不了 沒有人理他 自己很孤零零的醜 在後門 OK 那除了放馬過來之外 我買多一隻 既然社長要了喜營運 那我要東方雷 就是荷蘭馬房一堆 始終荷蘭馬房到現在都未達標的 就是頭馬指數未達標 只有他一個不合格 希望他在這兩隻之中 就有一隻生性一點 你這場好分喔 好分嗎 買多一點 嗯 數下去吧 Suki 放下去 哦 這個記不下 講了這麼多 嗯 嗯 現在我重複一次 就是這個3號 4號 9號 以及10號 哦 OK 3、4、90 第一場 3、4、90 對 那 還有什麼補充 我們可以選 差不多 我們再選一場 再選一場 你選一場你喜歡的 我喜歡楊明秋秋 楊明秋秋第二場 好 我們看第二場 第二場有什麼人施殺 第二場是呂建威 楊明秋秋 然後阿輝哥這場是沒有的 嘩 這場 真的沒有的 那他有什麼對手啊 那他有什麼對手啊 對手是社長 哈哈 你這場是否喜歡楊明秋秋呢 楊明是 對手 其實我可不可以選多一次 哈哈哈哈 我想要 我都要楊明秋秋的 但我選多一隻 我會 佔順龍區 佔順龍區 對 二十倍 對 這五班馬 順之有賽職 佔順龍區 對 這場是五班一千 那 那 有些數據支持一下 對 對 這些懶惠 佔順系列呢 通常都是你不信 不信 又跑到的 對 無緣無故在前面 捱捱 是 就走了回來 那 四班底來的 對 沒有什麼表現 四班都沒有接近過 一出的時候 就是 講到四班賽事 什麼叫四班 哦 就是他那個level 是啊 一班就最厲害 對 這個概念 那 他爆腦不是很厲害 他第一次出場 他是 和你揹馬跑 我們回顧一下 和你揹馬跑 一百年的時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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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每個人都有第一次 萬事厲害 人多多 這些對手 Suki 你是不是想說關於第一次的節目 哈哈 不是 那是四班 可能他爆了難之後 就會很厲害 我們這個馬驚節目來的 哈哈哈哈 他在講第一次一百年 是啊 我知道 很多小朋友看的 這個節目 所以不要再講一次 不要再講一次 不要再講一次 我會這麼說 其實佔順龍區 是厲害的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去到第五班 都沒有什麼 因為他當日第一場賽事 是很sharp的 我們看第一場賽事 和萬事厲害的那些 現在第二班 是 是 可能他贏了他 贏了他一點點 而已 其實呢 去 沙田跑 直到一千 跑第二 輸給同友 是啊 那場個人 輸五個馬位 嘩 但是他都跑第二 而他的第二 都是怎麼說呢 有這個價值的 嗯 那起碼是一件事 就是 一隻馬 起碼都 那些狀態要先回來 是吧 跑得出全盛時期 六七成水準 真的會有機會 同友友 輸很多 是啊 很簡單 同友友的那些 超班 是啊 就是 超班 為什麼會一起跑 他不跑過 怎麼知道超班 是嗎 跑完超班 他就加分 加分之後就不同班了 嗯 嗯 沒有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場 是啊 我都保持一些藍馬 好啊 嗯 那要不要選擇 第二場 好啊 好啊 嗯 你選吧 好啊 那我們選最後一場吧 好 最後一場呢 我想前段賽果 大家心中有數了 如果阿威哥呢 到那個時候呢 是 怎麼都贏不了姚滿輝的 我建議 四號獅子 就落寵 不 如果贏不了呢 就是永遠都贏不了呢 肯定呢 那就不要買了 哈哈 不要買 是不是因為贏得不夠多呢 不會 因為他都贏不了冠軍連馬斯 達不到的最終目的呢 是 他就會放棄 嗯 因為如果不是呢 就很要心要費 那最後一場 不是最後一個機會嗎 那他要贏 現在姚滿輝贏了 他要去四場的嘛 那呂建威是不是 至少要贏四場 那他在前面的賽事 是否起碼要贏三場 這場才會搏 但是這場是重兵駐守 兩隻勝利都OK的 是惡馬來的 勝利風帆 勝利威龍 其實我想呢 所以我覺得呂建威呢 之前是有機會已經贏三場 就是今天跑九場馬 一至八場 他有可能已經撿三場 這場他一定肯定要贏 所以要出兩隻馬 不如穿光他吧 對啦 如果不是 怎麼會放這麼重 女建威算是 六千六十三 單場買算吧 是吧 我覺得單場買好一點 是呀 單場買 其實單場買 不是呀 你看了前面那些再買 嗯 看了前面那些再買 是 我覺得他這場都會去的 不差再嘛 反正殺科 多拉士一戰 希望他什麼 就是拿回個未賽 以為的話 是呀 這場 姚本輝那隻 安哥 我就 沒有什麼條件 我覺得 安哥呢 就是小弟如見 他去找蘇迪紅 也是玩那些感情 就是 你不是不讓路 蘇迪紅都 都怪虛啦 第二件事 我輝哥做冠軍 你不是不讓路 這樣吧 嗯 不過我當然不會讓路 OK 是不會讓的 蔡玉康說 你先問問我 戰場上面 蔡玉康說 誰是蘇迪紅 第二第三 我也不給你 我就明進之星殺日 是啊 就找個史卓鋒冷 收周骨二尊 你就欠一餐飽 是啊 好看呀 好看呀 今晚好看呀 這場呢 看看有沒有冷馬 剛才我寫了一張 蔡玉康呢 是要買的 當然要 蔡玉康 達斯 蔡豐這些 這麼可怕的組合 十二倍 儀昌寶 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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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不夠水 好啊 社長你選吧 明進之星 好啊 嗯 這張我自己也會買 PLACE 我自己也會買重PLACE 這張 嗯 我就向難度挑戰 我要知道必勝 雖然是十二檔呢 嗯 我覺得這隻馬呢 是有一定班的 還有呢 我喜歡它呢 不是說很熱的 有十倍八倍 這些倍率我很喜歡 嗯 十二檔我也照買它 嗯 好到社長 嗯 這樣啊 要一隻 你要了知道必勝嗎 你要了 是啊 你不要 你見威啊 我在想要勝利豐帆 還是勝利威龍 好一點 是啊 是 勝利豐帆啊 好吧 讓Suki說吧 Suki說你風範 是啊 風頓的嘛 你說了很多次 哈哈 哈哈 他的潛質比Karina高了 都幾多班啊 3至4 3至4 Karina現在幾多班啊 應該是5的 不是 有沒有6的 哈哈 特別為他開6 哈哈 希望她聽不到 希望Karina聽不到 就是Karina就是美國生賽 是 哈哈 哈哈 丁觀無奇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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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有潛質啊 OK 現在插班跑三班 OK 是啊 最後一場 就是她記得一些 重要的ポイント 什麼內藍啊 適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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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要買啊 不是不買啊 最後一場啊 重要啊 沒錯 這麼熱 懂一點啊 我是很保守的投資者 贏就可以了 贏得少不要緊 好厲害 好厲害 本身呢 我應該選擇勝利威龍的 但是我都是 你轉態了嗎 跟我 我有一個想法 我想要競技勇士 這隻馬呢 是的 我看了很多場的 因為大家如果有 看過這個節目呢 我突然之間提開一些冷馬呢 都有一些表現的 譬如美英雲飛啊 想要起營運啊 那全部都是二十幾倍的 那為什麼我提這個 競技勇士呢 我先看看往績 嗯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這樣 看什麼 上去 競技勇士 看完這個往績 是 好 最緊的場頭碼呢 就是沙田千二米 潘頓騎的 看不看啊 潘頓啊 厲害啊 是啊 寬頓騎牛也贏了 前面快點的馬呢 見到就是中間位置 有精彩勇士 合衝共濟 外面 這隻馬很容易形的 灰灰地色的 還有世紀武王 中間夾著就是鎮山寶 再後多層的馬 跟著這群呢 搶著那些馬 灰馬之後呢 就有這隻競技勇士 競技勇士 現在是大 大口色 再後面的馬 灰色那隻 對 所以很容易形的 現在就豪情競進和內藍 買了去呢 只看著這隻灰色就可以了 所以你買這隻 嗯 第三位呢 還有這隻 主理同 不用啦 WIN DOWNWIN 你看完這場 你就知道為什麼 應該用馬 有鎮山寶 扔出去的馬 競技勇士 大愛當 加州多寶也都追緊 繞到你 最後三百多米了 合衝共濟 這場是潘敦哥騎的 競技勇士就開始上來了 中間還有這隻呢 就是鎮山寶 被人壓著來跑 外面追一點 還有加州多寶 最後一百米左右 競技勇士 在中間已經透出了 鎮山寶在裡面 再內藍還有合衝共濟 接近中間競技勇士 這場賽事 都很有機會贏得回 鎮山寶 嘩 贏了一點點 至於第三名 有賣面合衝共濟 機會高 第四名 應該是精彩勇士 是啊 其實競技勇士 就一直 由轉彎開始 被鎮山寶推出去 但是他大隻 在外面 一直壓著鎮山寶 鎮山寶又上來了 灰馬 灰馬 我們看看 最近那場 社長 大家才會明白 為什麼我 說這隻馬是要買的 跑第六個搶 是啊 但是這場第六是很精彩的 一定要去看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 團結精神快 外面實力飛距又快 外面第三位 現在競技勇士 放在 尾三的 尾三二搭 那隻競技勇士 嗯 接著是內蘭 高東尼那隻 就搶上去 現在競技勇士 直頭是包尾 內蘭 尾四 大家要注意 是夜馬 包括千二位 現在是包尾 對面 直路尾 團結精神 帶頭 跟著第二位 實力飛距 外面第三位 還有勝利風範 內蘭第四 香川貴寶 中間安閣 中當做個飛霸浪 一直在外面 美麗有型 內蘭上了很多 黃紅格仔三位 明中之聲 退了下去 尾四 知道別城 尾三 遲要封 尾伊走內蘭和道區 看看他第幾乘 出 嘩 他的外擋 零零射 自己在外面 外面位置 勝利風範 騎下去 有啊 在後面的 安哥上來 外面有個飛巴羅 外面知道必勝大外擋 競技勇士 接近終點 呂建威 有沒有機會 以及潘頓 大家看看最後幾部 勝利風範 有沒有機會頂到 嗯 我想說頂到 應該是頂到的 很厲害 跑多20米 就是他贏的 第三 會不會團結精神啊 因為中間 安哥上來 又遲了一點 他還是 他最後也不跑 對 最後也不跑 所以上場是跑二班 今場也是二班 握手 上場 潘頓女建威 吃完這隻 不飽 不飽啊 勝利風範 還有巨額過關 Win 和連贏位的Q 都吃完 只是其他差 這隻馬呢 這隻馬呢 很容易 吃完 對 其實他贏馬那場 你看到潘頓 都是擺在馬群中間 第七樓 轉彎就轉彎 還可以轉彎 還可以在快活谷流到這麼厚 真是美蝦王都追不到 坦白說 是啊 那我就 Suki選了一隻 其實我心裡有一隻 和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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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一班馬 四班 升上去 唯一一場球馬是跑一班 當日的對手 很接近的 當日的對手 就是 今年年頭 2月26日的事 是贏哪些 再遇歸來 天綠 鄉村貴寶 天綠 贏這些馬 激賞 慈耀鋒 是一班賽事 我們看看 當時的走法 是1200米 好 剛剛也看到 好 一開始 前面快的馬 中間轉得勁 入面正陽青風 外面紅毛 一隻軍達色馬 中間斜上去 還有天綠 再遇歸來 後多一陣的馬 外面有個激賞 中檔位置 和道區 外面尾三 香川貴寶 尾以海倫智寶 暫時包尾 是那隻慈耀鋒 好了 跑到對面直路 前面帶出來 就是那隻軍達星 在他外面的馬 分別有天綠 最出的激賞 跟著第四位 走進去內蘭 就是這隻在雨歸來 在外面位置 就是香川貴寶 在中檔位置 大家跟著的第六位 就轉得厲害 後面那四隻馬 正陽青風和道區 尾以藍三 內蘭 現在和道區怎麼從頭殺上我 現在是紫色頭罩 現在是兜到最外檔的那隻 前面那隻是不是天綠 是 你的朋友是馬 哇 厲害 哇 哇 一百 厲害 他最後那幾毛 才打得出來 都不在電視上 跟你鬥後追 怎麼搞的 最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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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析 應該勇氣 勇士會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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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沒有人相信 不過隨便 對 取決 這場馬 有沒有放頭 一定有些很快的馬 這兩組才能追得到 沒錯 他做了萬步速就不慘了 哈哈 哈哈 好厲害 有沒有哪些 我都看不到 怎樣按 怎樣按 你想按哪一組 可以 可以 先放頭 放頭 嗯 洛門家 陳家晞 那一組應該放的 安哥應該都會 放前些走的 嗯 傻的 傻的 他抽了個一檔 正啊 哈哈 又一檔 怎麼走回去 第八碟呢 是啊 哈哈 哈哈 在馬對之中 千二米 哈哈 其實呢 哈哈 就是你跑到外面 才厲害 一隻後上馬 就是跑到外面 應該不行 那個賽道給阿澤呢 整對馬在前面 你排一檔 留後呢 你很難找位置 衝出去的 被人吃著的位置 左躺著後面那些 吵給人 哈哈 是啊 就是沒有位置 那麼他一檔是移不到出去的 是的 就 不過我覺得呢 既然社長都選了 我們都尊重的語言 哈哈 高班啊 大哥 一班馬 他一開始就大頭就可以了 是啊 變了跑法 對 哈哈 如果和道區一開始 轉策略 轉策略 沒有的 後上 很難的 很難的 有哪一隻馬 是可以有不同的跑法 是可以的 奔騰 是啊 放頭就行 後上就行 是啊 一講講奔騰 獅子花也可以 二千二也可以 嗯 千六也可以 又是放頭也可以 後上也可以 沒錯 草泥也可以 但是他不是頂班馬 這樣才能買 夠平均 是啊 好像是二班 最厲害 嗯 我很喜歡這隻馬 那我們這場 我們綜合分 我們選了 社長推介和道區 Azuki推介 勝利風範 確實推介 敬技勇士 嗯 是啊 還有知道必勝 兩隻我選敬技勇士 不是 我都要明進之星的 我說會買個play 那我們總共拿了五隻 這麼誇張的 五隻 五隻 怎麼買 五隻 那我不要 那我放棄Suki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Suki真的太熱了 說不要 都會要的 賺不到錢 都會要的 誰是膽 如果是 沒有的 現在 真的很難講膽 是啊 全都穿了 十柱而已 五隻馬 哈哈 是啊 待會兒開一條最冷的Q 便好 敬技勇士 搭和道區 嘩 無得頂 敬技勇士 搭和道區 看看現在幾倍 敬技勇士 12 12 13 105倍 買1050元 正啊 通常都不買 1050元 寫了一張 我看你設定最低頭 是1000元 哈哈 哈哈 姐姐你今天走運 是啊 我每天都走運 只是大還是小 還有看看什麼運 哈哈 哈哈 就這樣吧 五隻就五隻 我們高呼一下 我們倒到哪幾場 第一場 我們要 3號的喜營運 4號東方雷 9號智聰明 10號放馬過來 是的 第二場就沒有玩 第五場 然後應該是 第五場 就 就是 開心好友 不是 這場我們說不玩 因為我們全選了延滿 是啊 是的 全選了延滿 但是也高呼一下 選了一下 首飾鑽旗 開心好友 開心好友 超威星 是的 第六場沒有 第七場 沒有 第八場 第八場 你要 我是轉數高 和 以他鬥士 我是什麼 我忘記了 你是聖大光輝 聖大光輝 是嗎 聖大光輝 看到你 嗯 都要了 就是這樣 然後 第九 第九場 就是 厲害了 五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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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道區 勝利 風凡 這個是Suki的 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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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勝 競技勇士 哦 OK 這隻一定贏了 如果這樣的話 不如用競技勇士來做膽來拖三重彩 又贏了 複色爆膽 是 競技勇士的爆發就會跟在和道區後面 兩隻山山來馳 最後 贏了和道區一挑回來 十元賠一千零五十元 如果你不是 就是 一會兒的賠率是不是會不同 競技勇士 我不會放你和道區出來 一會兒的賠率不會同 會不會不同 我和社長都會 將我們司務基金的請就換下去 對 對 對押過關 第一場 過到來這裡不知道多少倍 他會不會跑完頭幾場 後面那些局培呢 會啊 會動的 會動得很厲害 是 好 希望競技勇士 那現在好買了 賭馬產生的 賭馬產生的 可不可以上市的呢 新型的投資 你想一想 哈哈 做一隻基金 哈哈哈哈 哈哈 怎麼出錯 好了 祝大家在殺科日 就 贏一個開行 是的 我們這個節目 恐怕要到九月 才開始 六合彩沒得到 很可憐 我們嘗試到時候 看看那些波 不過我就 不過就 說一下大家最擔心的疫情 剛才我和國師 都談了幾句心底 可能最有機會 平息這件事 就是十月 是嗎 是的 這個 丙衰月 現在說的是 貴味月 還要走多 甲月丙 還要走多三個月 三個月 即是新曆十月 是的 這三個月怎麼捱 要走甲新月 有丙衰 難捱 難捱 丙衰呢 幸好是因為丙火 黑了今年天干的金金 另外 衰土索水 是的 嗯 是的 就是 紫率暗合的 無貴合夥的 是的 就希望可以 是的 因為香港八字 19977月1號 甲子時 7月就是丙褲月 丙褲月 就走幾有大運 就跟子年 金水很重 很重 去到丙褲月 那個月柱呢 丙褲這條柱的火 就透出來了 五褲又合火了 嗯 最有機會呢 就是火土 黑住水就行了 就希望是這樣的 沒錯 而那個月呢 最有機會另一件事情 就是社會運動 也會比較激烈一些 嗯 是的 因為火的反抗 全年之中 那個月 火的力量反抗 是最厲害的 也是股市可能很厲害 是的 大家想想2006年的丙褲年 都是股市 都幾奇蹟的 是的 都幾厲害的 即是有得炒 有東西要玩 有東西要玩 這部分是彩蛋來的 是彩蛋來的 有些集體的意念操作 就是那個月呢 大家 就是大家香港人呢 都想 就是疫症沒有了 是的 可以穿些什麼衣服呢 穿些紅衣服 是的 穿些紅色衣服 大家改名叫 要是阿炳 要是阿丁 吃公仔麵 當然是吃出前一丁 不吃公仔麵 因為公仔麵 含有強勁的紫水 沒錯 出前一丁 這個好 出前一丁就有一丁 需要加辣嗎 大辣 直接要 大辣 每天都去吃晚 可以的話 就是 戴佛牌 就是玩泰國佛牌 好像我那樣 整抽 土嘛 戴肉 沒有東西就戴肉 對 大家 700萬個香港人 有300萬個大辣 都穿紅衣服 這樣 疫情就自然會退散 對 希望是這樣 人造風水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哈哈哈哈 那個營衣服就不行了 嗯 接著丁河就慘了 丁河是麻煩的 很麻煩的 因為丁河月 我覺得那個病毒會變種再變種 因為害水嘛 對 我覺得那個月會變種 所以就 丁河月一定要搞定 一定要搞定 對 如果不是那個病毒會很厲害 接著墓子 墓子 多醜 墓子有很多人的 墓子 對 丁河搞不定 只有虎 因為墓的天光又生 今年年光的根金 兩個子衰在下面 這個惡劣程度是怎樣 我覺得 丁河 可能控制了之後又來過 可能又是一個打仗 因為大家想想 一個月裡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把疫情降低 而之前幾個流月 都是水分都很重 龜尾 甲薪 月油 對 嗯 然後沒有辦法 很嚴重 接著生醜 水庫來 又不行 醜土很濕的 對 又蓋不住水 接著 任人年 2022任水透光 貴卯又透 做些什麼玩 任水透光 要去到2022年的下半年 才有可能轉危危機 然後貴卯又出來了 貴水 貴水那年很恐怖 這個月為什麼會反彈 因為貴味 嗯 其實社長 你之前在你的blog上說過 這個農曆7月就猛一點 你說過 是二次大戰以來最猛鬼的出現 你說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我相信 不是的 真的 很高人 因為今年 金水的賢蟲 都這麼交關的時候 這個月的貴味月 貴味月 應該是剛剛入氣很久的 大家看自己 所以這個農曆7月 我估計是兩樣東西 一很猛鬼 二 死能多 全世界 按全世界去論 對 大家有緣 看到這一部分 真的聽我說 不要玩水上活動 沒錯 真的 就算你是什麼衝浪高手 潛水冠軍 是啊 通常會死這些 是啊 活變活成高手 只是去曬太陽 不下水 哈哈 你是不是在山坑那裡曬 是的 行不行 然後又有隻手 拉著你的腳 不斷扯你出海中心 啊 會嗎 誰啊 看那些調視劇就是這樣 通常那些鬼片都是鬼問的 那些都有的 是的 都是要遠離 是的 不要去夜街 尤其是晚上都不要去海邊 現在晚上都出不到街吃飯 回家 那特別是去沙灘那些地方 如果你發現家裡 無端端有些水積 也是很窄勢的 你是不是之前說家裡有些水積 沒有啊 什麼水積啊 你帶給你來啊 什麼水積啊 你家裡 什麼水積啊 問你 不是水積 不是水積 哈哈哈哈 那 一個這麼嚴肅的問題 那又輕鬆地面對 輕鬆地面對 是的 我都很少這樣去提 因為大家要留意 要留意 我也覺得很同意 因為我看回 今年的水重層 什麼呢 攜水透乾是一個信號 來的 攜水是代表靈界 是的 靈界通常 為什麼會浮現 多醉雜呢 就是因為索命 或者有所不滿 是的 我曾經有個朋友 他剛才叫我 他是陰陽眼很厲害的 他剛才我說 他現在6點鐘 他在車子 慢慢回家 因為他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我感覺到 我也感覺到 是嗎 你也感覺到 不是 我無緣地出個姿勢 做什麼 但我經常擔心 這個算不算做駕倆呢 但是我覺得 你friendly remind 不算的 不算的 提醒一下大家 你也是尊重的 是的 大家都沒有看到 他看到我們也不太好 我經常覺得 那些鬼 可能他們自己聊天 哎呀 今天撞人 哎呀 我們要找些鬼王加持一下 才行 很嚴重啊 撞到一家 太小了 是的 他都不想見到你 本來明年排隊 頭胎 現在撞撞 不太禮 大家 時場不適合 分一分會好些 是的 很有趣 那就這樣吧 今晚多贏 好 多點 下季再見 拜拜 拜拜 謝謝